千古绝尘豆瓣开分4.8 说实话我还挺意外的 我预料到分会比较低 但是没有想到竟然跌出了仙霞剧新低谷 已经更新快过半了 播放量却还只有7亿 说明不仅原著粉不买账 也没有得到太大路人盘的支持 这部投资超过4亿的S加级顶配剧 问题到底出在哪呢 我今天不谈演员适配度 因为根本问题一直都在剧本上 要知道千古绝尘的编剧和原著作者 可是同一个人哦 按道理来说的话 这种安排是更利于剧情改编的 可实际上 当编剧自己都不尊重自己创作的原著时 整部剧垮掉也不奇怪了 首先原著上古总共是44万字 很明显这样的篇幅是不足以支撑49集剧情的 所以编剧是大幅增加了上古界时代的情节 加大了上古和白爵恋爱的戏码 这无口厚非啊 可是不应该把女主人设改得面目全非 先下去呢 但凡涉及到转世的女主性格必然是多面的 比如三生三是十里桃花 素素是善良懦弱 白浅却霸气外露受不得半点欺负 香蜜天界的紧密是活不跳脱 不同情爱 人间的他却是有礼有节 温柔稳重 再来看看上古 原著设定是 上古是四大真神之首 无比尊贵 众神仰望 白爵一直苦苦暗恋 十多万年而不得 这才有了混沌之劫时 上古为苍生殉道 而白爵以身应劫 只维护心爱之人魂魄不散 可剧版却推翻了这个设定 无论是上古还是后池 都是从傻白甜经历种种变成主神 人设毫无差别 不仅不利于演员塑造多样化角色 也容易让观众疲倦 更是让女主彻彻底底退化成恋爱脑 急不讨喜 其次最饱受诟病的 恐怕是男女主情感缺乏过程 原著是先写的 后池那趴的剧情 在穿插回忆上古时代的故事 如果剧版也保留这种倒序方式 会非常不错 一来可以制造悬念感 天生灵力低微 但却没有破壳 拥有上身命格 后池到底是什么身份呢 为什么男主积木会无条件喜欢他 爱护他 他们直接有什么故事 后面慢慢揭秘上一世 更能显示出女主舍己为众生的大爱 和男主万年不变的深情 当然剧版先安排上古时期的剧情也可以 问题就出在情感发展像是 作火箭一步到位了 相逼旭佛和锦翼 护人心意是31集 两人下凡后的皮影戏表白 陈希元是第16集有了九成和灵溪的第一次亲吻 琉璃是第17集 玄机为救司奉 公开说愿意嫁给他 可千古绝尘仅仅是第5集 男女主就已经相爱相知了 节奏过快暂且不说 关键是真不知道男主到底喜欢女主什么 白绝口口声声说 上古是一万岁的小娃娃 这人还没长开 颜值也不是神界最美 各种大小姐脾气 还没有任何主神的责任感 让人不禁想问一句 上古的人格有哪一点吸引人了 十几万年不禁女色的白冰块 瞬间爱上上古 莫不止是因为寂寞太久了 这种傻白甜的古早设定 早就已经被观众 弃之毕履了 前期爱的莫名其妙 让人无法入戏 后期想要再虐观众 又怎么可能呢 以至于看到原本 应该悲壮万分的众神陨落重头戏 我除了震撼于特效之外 内心几乎毫无波澜了 一群动不动 把天下苍生挂在嘴边 但实际上只知道 谭群说爱 针锋吃醋的神 能护住众生才怪呢 原来呢 好的剧本多少 可以弥补演员契合度上的不足 可千古绝尘 却因为剧本的拉垮 让演员的问题 暴露的更加明显 剧播出后 差评如潮 还开始甩锅导演配音 甚至批评观众没有眼光 这种只想割韭菜 却不好好打磨剧情 还没有担当的剧 也难怪投资方 可能要血亏了 还没有弥补演配音 感谢观看